首先在海贼帮的故事之中,登场了一位基本确定是女性的绝色依母,她应该是代形执掌吴老兴,她的身份是天龙人的领袖,虚空王座的主人,至于为何会缅怀巨型草帽,加上题目的问题。 接下来就到了小生意下环节,义母观草帽,兴许证明着缅怀罗杰,说不定她当初也是罗杰追求者之一,第一个原因就是没追查,即使身份在尊贵,罗杰所谋之事也并不在此,而是使人真正的和平。 第二个原因就是义母或许就是陆飞母亲的姐妹,正是陆飞母亲当年出现的状况,所以她和罗杰的事情更没法得到家族的认可。 天龙人本身就存在对于帝的忌惮,根本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帝六曲会让他们加入自己的家族,这不是引狼入室吗? 但是可怕的就是义母的姐妹,确实和农相爱了,或许就是因为阳光帅气的她,魅力无边吧? 就是早期陆飞的性格,甚至为了跟龙在一起,居然未婚先孕子,一母的父亲大人,为了家族的尊延跟龙不下龙,直接监禁她。 龙天真的以为能让她父亲满意,还让她放心,说一定会说服妻父亲的,结果不但枉死折磨,还在龙脸上留下了伤疤,结果龙还是不愿离开那个女人,所以想要杀了龙。 此时陆飞刚好诞生,陆飞的母亲想要让父亲答应给龙看一下自己的孩子, 刚好在下人身边听到这个消息,猖狂的跑了过去,最终用性命被龙挡下这一届龙手中的海楼石,也被他偷来的钥匙悄悄打开。 这时,龙仰天长笑,抱着妻儿夺床而出,此时脸上长卦的笑容不在,剩下的只有混满血泪的伤疤。 这一日,世界上最凶恶的罪犯诞生,被认为是唯一能直接打倒世界政府的革命军领导人。 而卡普也对这样的天龙人厌恶至极,不愿再晋升为天龙人的奴隶。 而天龙人若想要将海军骂入自家亲兵为己用,还需问过他卡普的铁拳铜一枚。 关于这个猜想,大家觉得可能性有几成呢? 以上,欢迎您的讨论,更衷心期待您的关注点赞。 拜托,拜托,谢谢,谢谢。 关于动漫资讯,关于黑小生,您有什么建议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